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今天的新闻焦点 总统蔡英文在市长陈菊陪同下搭乘轻轨并来到捷运黄线的预定起点 表态力挺新建黄线并宣布轻轨第一阶段将在今年暑假前完工通车 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学习怎么变老和怎么跟长辈相处 值得大家一起来思考 在高雄有一群长辈热衷参与公共活动 他们将分享如何越活越精彩 越老越快乐 市府劳工局为了支持落实就业 鼓励视障按摩据点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举办熊盖赞 优良视障按摩据点选拔 邀请大家一起来投票 将有机会获得精美食用的礼物 首先带您看到行政院日前推出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其中新建高雄捷运黄线成为相当重要的建设之一 总统蔡英文下午在市长陈菊陪同之下 搭乘轻轨并来到捷运黄线的预定起点 总统表态会立体新建捷运黄线 陈菊也感谢中央大力支持 并宣布轻轨第一阶段将在今年暑假前完工通车 总统蔡英文在市长陈菊的陪同之下 搭乘全台唯一的轻轨 一路从前镇之星搭到C9站 视察位于亚洲新湾区的旅运中心大楼工程 陈菊除了感谢中央支持 让台湾基础建设不再头重脚轻 也期盼轻轨建设能在暑假前完工 总统真好路 说我们的轻轨很舒服 整个这个路线 那当然我们的轻轨今天这个是C9线 那我们的捷运局 我们吴亦龙吴局长 他已经公开承诺 如果再不实现 我大概就会不太高兴 就是我们一定要在今年的6月 我们的捷运第一个阶段 C14一定要完工 另外众所瞩目的高雄捷运黄线 真是被纳入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陈菊除了感谢中央支持 对于高雄成为新南向发展基地 相当有信心 今天这些前瞻计划的预算 不是在分张说这里多少 我是说我们要实现我们的国家平衡的发展 所以我们支持贺城部长 我们也希望贺城部长 坚持你的价值跟理想 能够给我们南台湾高雄高度的支持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很感谢 感谢公社都来 如果你承受很大的压力 我都很愿意替你分摊 那么捷运黄线将从亚洲新湾区出发 连接高雄最核心超过百万人口的都会区域 加上原来的红线跟橘线 来提升城市的公共运输效应 未来高雄会是全国第一个在都会区 同时拥有空港 海港 高铁 捷运跟轻轨的城市 举姐你应该有的都会有哦 而高雄除了长期以来被定位为重工业城市外 更忍受长达40年国家产业资源不公平分配 如今终于在完成带动经济成长历史性任务 及获得中央肯定后 将会把握转型契机 翻转港都宿命 港都新闻林亭阳 罗绍军 采访报导 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 学习怎么变老和怎么跟长辈相处 值得大家一起来思考 有些人可能认为年纪大了 什么事都不能做 什么事也都做不好 但事实上 长辈在人生经验的累积 和生命智慧才是更难得的宝藏 在高雄就有一群长辈热衷参与公共活动 怎样让年老的生活过得更好 透过港都新闻专题报导 一起来学习 高雄市目前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辈 约有三万八千人 占全市总人口数超过百分之十三 进入高龄化的社会 该适应的不只是银法族 还有整座城市的准备 目前除了在三十八个行政区 有五十九个为长辈设立的活动中心之外 在社区还可以看到为长辈设立的关怀据点 这些地方能为长辈做哪些服务呢 学过日语 运动 还都有 还有很多啦 现在我们就像我现在在志工 就是在卡拉OK放机子给长辈餐 服务对象会从原本的四大族群对象 扩增到八大族群的对象 那我们服务对象的人数 也从四万多变八万多 那当然我们数字增加之外 其实我们服务内容也有扩增 来到位于林雅区的长青中心 这里的课程从早上到下午 从周一到周六 全天候开放 安排各式各样丰富的活动和课程内容 供长辈选择参加 热门课程还得抽签 值得一提的是 长辈不只来上课 还愿意成为中心的志工 彼此的感情好的就像一家人 桌上陈列着的是长辈的作品 不论是手工艺还是国画书法 手感和精致程度都不输专业 有感于长辈们身怀绝技又不藏私的个性 长青中心也为长辈开发了另一个舞台 邀请他们担任船程大使 加入新船服务的行列 来这里你会有很多贵人 很多朋友 那你要往哪里走 都OK 这里就是快乐的地方 你往哪里走都是快乐的 所以当传承大使只不过是一种散播快乐的一个头衔而已 这里很多传承大使 我们要活就要懂 所以就会想说不要让自己的脑筋老化 所以要接受新的这些学习 这样子我们会活得很有乐趣 退而不休的精神在高雄可以看到许多长辈是以身作则 而且乐此不疲 长辈们成为活动中服务人群的主力 以他们丰富的人生经验 担任展场解说员更具说服力 其实我跟他们学到很多 因为每一个人的感觉反应性格背景 其实都不同的 那其实这一年的时间 他们跟着我们就是我们出作业 他们要回应我们的作业 那原本我们会觉得不太做得到 包含长辈之间怎么去 因为我们长期办展览的人都会想说 哇他不会导览 他怎么做引导 怎么做这些 后来我们都觉得这一个团队是完全的跟上来 这场由高发会主办的长青特展 25位担任引导员的 就是从全高雄市数百位长者中海选出来的佼佼者 参观展览的民众在爷爷奶奶的带领下 细细品味着充满各种酸甜苦辣的人生 来到展场的最后 面对的是人生最后的课题 学习怎么好好说再见 是许多人来到这一区 提起笔想写下最后想要说的话时 往往陷入天人交战的思考 久久不能自己 人生很短促 但是当你要说再见的时候 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可能一闪就是 人生都要不断地放下 让我们有机会 自己把好好的这一生交代 的确要好好说 因为有些人什么时候走都不知道 能光景星海海 真的什么时候走不知道 应该找机会 可以讲的时候很自然地要说 我觉得先说感恩的 该感谢的应该有很多人 需要你感谢 不管是父母 你周遭的人 师长 亲戚朋友 很多你需要感恩的 人生如果没有意外 衰老是每个人 都会走过的必经之路 如何安排自己 越活越快乐 越活越精彩 在高雄就有那么一群 快乐的营法长辈 也许就在您的身边 等待您更靠近 答案就会在他们身上看得到 以上是港都新闻 李正道黄兰君的专题报道 继续关心到身障者因为工作收入少 要靠政府补助津贴才能勉强过日 但是高雄市却有一名60多岁的身心障碍者 他因为欠税居然被强制执行扣款 而类似的案件还不止一件 那么市议员郭建盟在议会设政单位 质询时就替若是发声 希望社会局协助向中央来反应 避免造成若是家庭陷入生活困难 市议员郭建盟最近接获民众陈勤 指出一名60多岁的离哀老翁 因为肌肉萎缩症状严重无法工作 每个月得靠社会局3628元的补助款生活 相当辛苦 不料日前到邮局领款时 却发现领不到钱 查询后才知道因为欠下牌照税 遭强制执行扣款 生活陷入困难 我们的强制执行法里面122条 明定社会补助不得扣押 实际执行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三项缺失 包括他在扣押前 没有办法通知到当事人 第二个补助款的比对 并没有做到确实 第三个救济程序太过复杂 而且缓不济及 常常让民众的补助款就被误扣 郭建盟在摄政小组咨询中强调 类似的案件其实不在少数 虽然法令明文规定 不得对社会福利相关救助强制执行 但是跨单位扣款案件实有耳闻 当事人必须透过申诉 陈情和协调等繁琐程序 才能保住韦伯的补助款 明显有行政疏失 对此社会局表示将会对个案进行了解 并且协助向相关单位反映 希望能保障弱势权益 港多新闻李正道黄澜君采访报导 市府劳工局为了支持弱势就业 鼓励市长按摩据点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举办熊盖战优良市长按摩据点选拔 邀请大家一起踊跃参加 除了可以认识周边的按摩小站之外 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实用的礼物 票选时间就从4月25开始为期一个月 请大家一起加入支持弱势团体的行列 宽敞的空间 明亮的环境 这里是由市长按摩师注点的按摩小站 根据劳工局的统计 目前全高雄市约有120多家市长按摩据点 分别以工作室或院所及按摩小站的形态经营 为了增加民众对市长按摩的认识 进而支持弱势就业 劳工局特别举办熊盖战按摩据点选拔活动 希望邀请全体市民朋友一起来赞下 我们很努力的在协助我们的市长按摩师 在他们的服务据点上 不管是设施设备的改善 还有空间环境的一个优美化 还有包括他们的服务品质的提升 其实现在市长按摩师的专业程度 尤其他们是经过国家认证的 其实在经过他们的翘首按摩之后 可能你一天的疲惫都可以被释放 劳工局表示 透过活动不但可以为市长按摩据点宣传 也是对市长按摩师的鼓励 为了希望有更多的市民朋友参加活动 这次还准备了三百份的金美礼物 要送给参加活动的民众 每一位都只能有一次的投票机会 用您的email的方式到网络上去票选 那在各位票选之后 我们会选出最高名次的20家 再透过秘密课的方式 深入去查访这些按摩师实际的 这个服务的品质 还有他们的服务的功力 最后再选出10家优良的按摩院所 来推荐给所有高雄市的市民朋友们 网络票选时间从4月25号开始 到5月25号为止 目前已经有50多家按摩据点 参加票选活动 为了提高服务品质 按摩师也透过课程 希望增加自己的功力 带给客户更满意的服务 最重要的是能够吸引民众参与 以行动支持落势就业 港多新闻李正道黄兰军采访报道 迎接4月22号的世界地球日 你也可以用吃在地的食材 例行爱地球的环保行动哦 市府农业局的行农大联盟 响应一家餐厅集团的自然生活节活动 提供在地栽种的食材来露菜 以减少食物里程及碳足迹 又不失美味 希望大家一起为环保尽一份心力 经过主厨巧手烹调之下 一道道美味佳肴端出来 里面用的食材 不管是南瓜还是玉米笋或是树豆 都是用高雄行农生产的在地食材入菜 美味程度不输国外进口的食材 以前在高科技里边 现在回到土地 用不一样的栽种的方式 然后可以栽种 连三星主持都认为说 比华国都毫不逊色的好食材 经过五年的努力 高雄行农打出名号 透过农业局推广的绿色友善餐厅 选用在地食材入菜 不但缩短从产地到餐桌的输送距离 减少对环境的伤害 也鼓励用心于友善耕作的农民 创造双赢 透过餐厅的合作 然后使用大部分的高雄跟台湾在地的食材 然后能够减少食物里程 还有在整个烹调的过程中 是使用比较清新的手法 以及坚固的环境友善的做法 三味新农种植的农产品 都是使用无毒无农药 露天栽种的友善方式 不在乎产品外观的大小和产量 反而保留食材的原味 也能够吃尽满满的营养 我想要把原乡的好食材 然后透过自己自然农法的方式 然后推销给 介绍给各位民众 让大家知道原民补物的好处 就直接地产地消 我们不用透过什么超市什么的 那我们可以直接地产地消 让大家都可以吃到安心健康的食材 这间餐饮集团推出自然生活节活动 聘请有20多年厨艺经验的主厨 以意识料理手法 提高高雄在地食材的价值 希望民众慢下脚步 静下心来 细细品味 食材原味 例行吃在地 爱地球的环保行动 港都新闻张世民 赖昌邦 采访报道 即去年反霸凌儿童剧表演 获得热烈回响 请联港都儿童剧 这次前进延城区 邀请中校国小 光荣国小 及延城国小一同来观赏 今年主题是品德造语 刚好与中校国小推动的 三好造语不谋而合 而校长十分期待剧团的演出 也希望将品德教育向下扎根 小蜘蛛因为有六只脚 和其他昆虫不一样 被同学欺负二作剧 难过的不想上学 幸好蜘蛛妈妈的开导 和小朋友的打气下 终于提起勇气回到学校 这是去年由庆联港都及苹果剧团合作 在延城区中校国小举办的反霸凌儿童剧 当时共有中校 光荣基 延城国小学童一起欣赏 校长杨宋平不仅推崇儿童剧的表演 生动活泼 对于今年将再次举办也很感到期待 非常感谢庆联给我们中校国小这样主办的机会 也加会了爱河学员其他的学校 让孩子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儿童剧的欣赏机会 真的是非常感谢 校长表示品的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 此时儿童剧到校表演刚好跟学校推动的三好教育不谋而合 儿童剧它是用一种寓教娱乐的方式 让孩子们透过这个剧团的表演 还有故事的叙述 让孩子们在这个整个儿童剧的欣赏当中 他可以去了解自己或者自己与他人 在礼貌这个互动的过程 应该有什么样具体的表现 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有加成的效果 举着大大的看板 校长很感谢庆联港督提供机会 让学生们能够欣赏到优秀的剧团演出 尽管学校人数不多 但希望通过良善种子播种 学生们长大以后都能有好的品德 港督新闻王思武 徐淑凯采访报导 艺术无所不在 高雄春天艺术节 今年特别邀请到丹麦知名剧团 他们是用CUSO搞笑的情节 演出剧场版的疯狂搞笑喜剧 办公室大爆炸 宣传记者会上 演员们是直接在文化局办公室 大秀搞笑绝技 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就连文化局长引力也在现场客串演出 现在就一起来看看 这群演员的搞笑魅力 来自丹麦的帅气英雄剧团 首次到高雄表演疯狂喜剧 办公室大爆炸 内容主要叙述四位小职员 将平淡无奇的办公室 变成了肉搏战场 光是用三支铅笔 演员就能把自己想象成为 电影金刚狼的主角 在办公室里怒吼咆哮 夸张的肢体动作 搞笑的脸部表情 让人看了瞠目结舌 对于邀请到丹麦剧团到高雄演出 文化局长引力十分期待 这场舞台大秀 在剧场上面 他们也跳脱了过去 这种比较抽象的剧场 这种表现形式 他把真实的办公室的场景 搬到剧场内 然后配合他们这种真实跟虚幻 这样一个交叉的演出 我想也是在我们目前 这种剧场的一种表现上 也可以带来台湾一个全新的视野 不用刻意挑选场地 就把春天艺术节办公室 直接当作表演舞台 演员功力不在话下 而导演也很期待 港都民众能够欣赏他们的演出 因为办公室大爆炸里面的剧情 讲的是办公室里面 就是朝九晚五的生活 那这个是全世界其实都很普世 大家都很容易认出来的 那所以就是虽然没有为高雄 设计特别的桥段 但是因为高雄的观众的反应 会让这个秀 肯定是在大东文化艺术中心 演出的时候 会有不一样的化学变化 办公室大爆炸 怒吼出小人物的上班悲欢心情 宣传记者会上文化局长引力 也客串演出一角 希望提前让观众们感受到 演员的特技及魅力 港都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提供给想换工作的朋友 高雄市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 与经济发展局首次携手办理大型真材 将在4月22号星期六的下午 在延城区高雄国际会议中心 举办全民拼经济就业雄化亿 大型现场真材活动 共邀请到71家厂商 预计将提供1500个以上的职缺 这次真材活动中 数位软体等科技业近7成 提供包括工程师 动画师 管理干部等超过1500个职缺 另外也有多家厂商释出高薪职缺 例如薪资上看7万 征求软体工程师和资深动画师 想要返乡就业的人才 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欢迎求职民众 先到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网站 浏览职缺并填写线上电子履历 活动当天将可以节省填写履历资料 及投递应征时间 接下来请看港都生活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贴心提醒您 为配合国家数位化政策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 从即日起针对前镇区 以及三明区进行有线电视数位转讯作业 呼吁观众朋友 如果家中还有电视机 没有安装机上盒 请立即升装 享受更多元的数位生活服务 那么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 透过高雄都会气象台 一起来关心 高雄台南平东地区 因短暂震雨 气温23到25度 南投台中彰化 云林嘉义 多云时阴震雨 气温18到24度 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 因短暂震雨 气温16到20度 宜兰花莲台东 澎湖金门马祖地区 因短暂震雨 气温15到24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福观众朋友 平安顺心 我是罗绍军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了解健康养生 膝盖 脚尖 朝前 好甜哦 流行资讯 哇 bling bling的东西 手工视频 名声消费 它这一头的话就是电锅连接的地方 亲子育儿 有小朋友比较不容易大 所有精彩内容都在每周五晚间九点半 爱家好生活 你的声音需要被听见 高雄的未来不能没有你 高雄这大小事 需要你们为一起来关心 多元一集 公民参与 就在高雄现场 每周二晚间九点 在第四频道的高雄现场 等你来call 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